哈囉 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示範的關卡是 魔王的收割技 夢幻的魔界之王 超級 可以看到我用的是水希臘 水希臘這個基本上 跟那個之前那個 那個 拼毒盾 拼毒盾 文法差不多 文法差不多 第一關這邊我先出希臘 大家都可以知道 這個部分是比較長的部分 希臘的部分 我是說希臘 當然其他部分 這個 這個生意的時段 比較適合討論 現在比較不適合這樣 相信大部分玩家的部分也是比較長 那個希臘的部分 因為畢竟要練 練短希臘 要花蠻多時間的 這個目前 小弟正在 寫一篇文章 關於練技的部分 如果OK的話會儘快PO出來跟大家分享 因為現在練技 比以前來的重要多了 因為那些卡片留下來還是有用處 以前卡片留下來是沒有什麼太大用處的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還算是蠻 但現在卡片留下來是有些差別的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還算是蠻 蠻有用處的一個狀況 所以要看得出一個狀態 比較大用處 而且警察 有這些狀態 有漸漸 是一個狀態 你能用處廁 vi 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可以稍微 攻擊一下 希臘做3做5都OK 最怕是做完之後 噗嚇一下 把我所有的水素都把它消掉 好 做3做5都OK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網阿文看一下這個 希臘落珠的一個公式 好 當然 有些時候有天降之類的 那個會打亂掉 所以我們也沒辦法說 一定可以控制 好 只是說盡量 好盡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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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漂亮的布局 因為我希望水珠能夠更多一點 這一關的話印記我會直接上 跟打拼圖盾大概是一樣的狀況 印記我再上一次 應該說要疊後一點 這時候再開爽應該就差不多了 這邊我應用一點疊度的方式 這樣combo速度出來會比較高 這邊這回合也要看怪物 像這個的話 因為尾王是七第一 所以我可能就直接全掃了 不會要看天將 天將沒有用給力 我也沒辦法控制 好 這樣還不錯 可以幫我爭取幾回合的雙魚這樣 問號 問號圖這個不用擔心 這個一樣 用這個方法去剋它 類似打拼圖盾的方式 轉珠也是無腦轉 隨便轉就好 我稍微要記一下 因為如果沒有K掉它的話 下一個人還可以再撥這樣 看起來其實很輕鬆 漂亮掉卡片 K-O 有位那個 玩家 習慣聽我講K-O 然後忽然間沒講 我自己也不曉得 那反射動作這樣 以上 這個是 魔王收割劑 的一個 示範 給大家參考看看 通關看起來蠻輕鬆的 只要 綠珠幹嘛的 之類的 有用到就OK了 基本上 打這隻不難 因為問號珠都問題的 就是盡量把它轉 用轉珠細的方式去打它就OK了 以上這個 打法的分享給大家參考 謝謝大家 掰掰